秦宵贤考穿的这个梗怕是过不去了 提起这个相信许多网友还是一脸猛 郭麒麟提到考穿秦宵贤为什么会是这种反应 其实在德云斗笑社播出之前 德云社曾有一档位播出的节目 那就是玫瑰园小烧烤 这档综艺可以说是大咖云集 云鹤九霄全员聚集 参与人员比斗笑社的人员还要多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播出 在这档综艺中秦宵贤的考穿 差点就团灭了德云社 网上有这么多的都张云雷呢 云雷团 旁边的粉丝都 新疆全团灭的多一次 有一张照片 前面的一个机制是网上的 其实它没有糊 我必须说一下 没有 那个是皮肉糊了 它里面的肉还没熟呢 真的实话 没有故意说 拿东西社做团统 弄传统 弄吧 大概有两个月也就团灭了 张云雷的奶茶团灭的粉丝 秦宵贤的考穿团灭了德云社 不知道郭老师如今有没有后悔 收了秦宵贤这个徒弟 差点团灭了德云社 考穿也成为了秦宵贤的黑历史 但秦宵贤并没有放弃 在全力以赴的行动派中 秦宵贤再一次地当起了烧烤师傅 没想到再次翻车 还遭到王鹤帝的吐槽 我主要是跟我师哥学的 师哥有专业烧烤 这烧糊了吗 东北就吃糊的 完了完了 这馒头又忘了 又把它给忘了 这个真的就不 东北就不这么吃了 这个太糊了 朋友们看来也就是 所有的东北人和新疆园都会烤串 怪不得秦宵贤 不想提起烤串的这段经历 不得不说 秦宵贤跟郭麒麟一起上节目 真是太好玩了 之前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 两人的互动 就让现场的观众捧腹大笑 郭麒麟一句高大的人 一般嘴都不利索 直接让秦宵贤抱走 如今参加我们撒着的节目 秦宵贤跟魏大勋泼水 直接把郭麒麟吓得喊爸爸 不得不说少班主跟秦宵贤在一起 实在是太欢乐了 真希望两人能多多的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这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实在是太爱看了 你们觉得呢